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是一个恢弘的木桑 68米长的木道 深达12米的巨大木室 令人惊叹 取考古工作者估算 发掘它的土方量当在十万立方米左右 当然能够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它的价值却不仅仅在于规模宏伟 毕竟在遍地是大木 还有地灵的西安 这个规模也并不能让它名列前茅 事实上 让它为世人瞩目的原因还在于 在历时一年的发掘之中 考古队员的一个个重要收获 它在这木道里的封门庄后 它在这木道上的防御部里 还有这深藏地下的墓室之中 这里的发现异常精彩 且听这些考古工作者细细道来 这一座大木 长长的木道之下 有四个壁刊 它们是墓室以外 摆放随藏品的外藏空间 这种结构在大木之中极为常见 因为随藏品太多 墓室摆不下 只能悟到两旁想办法 不过可惜的是 石墓就到 这里靠近墓室的一号二号壁刊 已经不幸被盗 透过盗洞口 我们可以看出 棋内的空间不小 没有啊 这只是画的那个 这是那个啥吗 帐篷一样 就像一个成号一样 在顶部交叉了 四个嘛 就是帐篷嘛 看着神女看板 吓坏了 顶部壁画下 是一片遭遇盗掘之后的狼藉 这些浮土之下 还会有节后余生的文物存在吗 现场感觉第一时间 这一扫完了 改个光 这大概是个什么 现在收过去 是铜器吗 应该是铜器上的香的 铜器 那感觉像个片 铜片装的东西 铜器 都怀疑是骂屁股一类的 知道吗 这这不是啥东西 它东西就在这上扣着 一番细致清理之下 不出所料 遗存文物寥寥无几 甚是遗憾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四个壁刊里 还是有两个逃过了一截 考古领队宁眼告诉我们 在整个木葬发掘过程中 他们先后发现了三个道洞 但只有这一个道洞 打穿了木道与木室 盗墓贼在第一天井的填土处 挖掘道洞 竖直向下 进入木道后 在水平向前 盗挖了木道里靠内的两个壁刊 最后直通木室 但幸运的是 他们遗漏了这两个木道里 靠外的壁刊 他们的劫后余生 也让考古工作者 每每享值 略感安慰 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区域 就是当时盗墓贼留下的盗洞痕迹 这个盗洞从这个木葬的第一天井 打下来之后 从这个方向往北去 距离我们能看到 这个第一天井下的东壁刊 距离只有20公分左右 所以非常幸运 现在考古队员要开启 这逃过一节 位于木道东色的三号壁刊了 当风砖揭开之时 这里究竟会有什么景象 是跨越千年的琳琅满目 还是令人失望的空空无也 答案马上揭晓 中国北方有大大小小的诸多政权 在这里不停地更迭 为什么叫十六国呢 是因为选出来的十六个国作 时间较长 影响力较大的十六个政权 当然还有其他染味 也没有记录到里头 无疑这是个歌剧四起 政权更迭 战乱平仁 文化相对落后的时代 但历史是多面的 十六国所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也是中国男性 最为爱美的时代 男性之美 美在言之白皙秀美 行之翩然俊雅 文人雅是如此 武人战将也是如此 而我们眼前的他 就是有力的体现 中国有句成语 叫貌似潘安 潘安是西晋时期的 一个美男子 在当时这个社会呢 可能就是人们上美的 一个风潮 而十六国呢 又紧接被进 十六国的这些武将呢 是否延续着这个 上美的习俗 从这座墓造 所出土的这些陶俑 尤其是这批剑俑 就能看出了 当然 这座大墓里的惊喜 还远远不止于此 现在 我们将时间倒退到 一个月以前 将目光上移到 墓道之上 来见识见识 这里的发现 原来 在墓道上方 细致的土层清理下 一个屋顶赫然出现 细节分明 无独有偶 另一个屋顶 也已破出土层 分外显眼 宁眼说 它们是土雕建筑 顾名思义 就是在土层之中 雕刻出的立体建筑 我们古人 修建墓葬 都是一个 是死如是生的一个观念 墓葬上方 土雕建筑的 营建和布局 其实就想表达出 这个墓主人 对于他这个墓葬 是一个 自己生前居所的 一个模拟 一个仿生宅的一个效果 其实 类似的发现 早已有之 这是宁眼的同事 于2018年发掘的 一座十六国大墓 其上的土雕建筑的出土 价值巨大 因为这是十六国时期 独有的一种 墓葬艺术形式 不过 要说到这类艺术的 巅峰代表 只能是眼前 这还有待进一步 发掘的土雕建筑了 很简单 因为它们有屋顶 现在编号为二号的 土雕建筑的清理工作开始了 浮土不断掉落 土层越来越薄 首产与土雕建筑的距离 越来越近 工作难度也因此越来越大 这是三天之前的工作影像 考古技工孙雪松 正在清理的 是位于木道尽头的 三号土雕建筑 眼下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它不能有丝毫失误 因为只有五毫米厚的土层里面 就是土雕建筑了 此刻的呼吸必须均匀 手感的把握必须极具精准 不经意间 一个小时已过 出来了 土雕建筑的局部出来了 一个窗子被它完美地挑出 这个体验绝对精心动魄 因为稍微手中一点 窗子便会破损 再也无法修复了 我们清理这个土雕建筑的时候 就发现它的田土是五花土 它这个土呢 土之里头包含好多杂物 料浆石啊 石块都有 它这个土是在八九米深的 那些地底层下的那层 岩石土上来的土 它填充到上面的时候 对我们清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我原来一位 你会认免它 寻几ça sent日子 这个土雕建筑的 是女儿 是女儿 我在这一次 也许是女儿 是女儿 在那一位 你们可以放得 和她的 是女儿 这个土雕建筑的 那里 我还需要 很利害 我给你 我对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理不断进展 土雕建筑表面揭露的面积渐渐变大 鲜艳的色彩似曾相识 一如这些秦始皇地下世界里盛装的武士 不过必须一提的是 他们的清理难度还是没有他要来的困难 因为他飞逃是土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有些时候不能下手杆的时候 就全靠嘴去吹 把那点点土吹掉 可是不管如何小心 似乎还是有些失误 那么事实真是如我们所见吗 我们还是很用心很用功地去清理 但是清理过程中难免 它是有一些东西会掉落下来 但是这个掉落不是因为我们造成的 而是它之前 它有部分垮塌的地方 它已经掉落 然后我们在田土里头就发现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采集 采集以后 然后我们就要后期做保护的时候 要用还原干啥的 自然掉落 无可奈何 但考古之中的遗憾 岂止这些 这是三号土雕建筑 清理完成的模样 红窗甚是显眼 可是屋顶早已不见 这其中的原因令人唏嘘 木道最北侧 上方有一些用于灌溉的水井 和明渠和暗渠 随后我们把水井和水泥管道 清理走之后 我们在这个区域又进行了重点寻找 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对称的直楼窗 和中间的板门 但是非常遗憾 这个第三个土雕建筑顶部 确实 考古专家确定 如果这个屋顶得以保存 一定非常震撼 它应该是这个物葬中最大的土雕建筑 但考古没有如果 只有尽量 如果是这就有杀 它就有杀 我们去估计 我们去估计 咱们去估计 有杀 这次是 我去估计 现在他们成功了 红窗白墙 这幢大屋真是气派 门飞微开 甚至让人不由地 想要一窥其内 当然 这里面只有黄黄的石心夯土 不过这份遐想 已足以让人感到满足 我们知道 西安的地下 可谓巨大的文物宝库 而建筑的元素 在近年考古发掘之中 也是多有发现 譬如在西安博物院内 游客们能看到 东汉的绿右桃楼 它有五层之高 体型硕大 却不妨碍细节处的 唯妙唯孝 楼中的小人举止各异 先毫避现了 当时的生活场景 略以徜徉 我们还能看到 这明代的华屋 琉璃瓦 清极瘦 一派贵气 全如世间之模样 朱漆归房 浮以铜钱满目的有窗 精致无比 明代富户的豪舍 一展无遗 在中国各地的博物馆中 总有这样那样的建筑 令人惊叹 古人誓死如是生 土雕建筑 与他们的功用 别无二致 无非是为牧主人 死后的魂灵 住个安逸舒适的居住 但有同有不同 土雕建筑不是能简单归类的随葬之物 它是与整个大墓连为一体 是墓葬结构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质不同 价值有别 仅仅他的出土 就足以改写西安的考古史 除此以外 宁言还从中读出了这样一个时代背景 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 尽管经历了一次次的战果抵挡 不负秦汉鼎盛之事 但这华屋高堂 足以证明 文化的传承仍在继续 大墓发掘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墓道内 重重钢管加工 以保考古队员的安全 墓道上 最后的重头戏也要开始了 这是最后要清理的一号土雕建筑 现在考古队员又投入战斗了 有了之前的经验 考古队员的手感越发娴熟 前后开工 时间慢慢流逝 进展顺利 第二个奇迹也快要出现了 原来这不是一层建筑 这是一座土雕高楼 上部清理完以后 再往下面又清理的时候 发现它有个台面 然后出现了第二层的楼阁 我们清理还是比较有难度 没地方站立 我们就采用了是搭支架 搭支架还要离楼阁 还要有一定的距离 还不能踩在上面 因为它笔面 它不管是泡面还是平面 全部都有白灰面 颜料这些东西 蹲在上面 四面不着力 干的时候也比较心惊胆战那种 我站到墓道中间 然后就仰视这个 三层阁楼状的土雕建筑 内心的感觉呢 不好用 言语真的是无法形容 非常震撼的 当然也有一种自豪感 就是从业这么多年 感谢考古工作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两座精美绝伦的土雕建筑 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 全国的考古学者 历史学者也是分治踏来 争相一睹他们的芳容 很多学者都当即表示 这就是有史以来 十六国时期考古发掘中 最重要的成果 没有之一 这也让考古领队 宁眼的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但一个挑战也随之而来 因为土雕建筑 与整座大墓连为一体 这举世罕见的考古现场 应该如何保护呢 说到考古现场的保护 归纳起来 有三个办法 一是原址保护 这是针对面积广大的 城池宫殿零原遗址而言 譬如 总面积达到三十多平方千米的 汉长安城遗址 就被规划为文物移植保护区 汉家威夷何处寻 魏央公台金上寨 在现今寸土寸金的西安城区里 它的存在 就是这座城市尊重历史 这个国家重视历史的完美展现 第二种办法则是回田保护 这主要是针对大小木散而言 因为今天绝大部分的考古发掘 都是配合基建而展开 露天原址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冲突 且在没有极为重要的 遗迹遗存的情况下 大多没有必要 所以予以回田 就成为了最实际的选择 第三种办法 则是在回田保护的基础上 对重要个别遗迹 另行搬迁保护 在2015年 唐代宰相韩羞木发掘现场 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幕 重型的起雕机 正在起掉重重包裹的一个巨大物体 其实这是这座大墓里 砖炫墓室的一面墙壁 考古专家意图将这砖炫墓室 整体搬迁 他们的价值之高难以延述 因为旗内的墙壁上 完美地保存了精美绝伦的 唐代壁画 古色吹消 丝竹之声的伴奏之下 略带富泰的男女 翩翩起舞 精致传神 懒观之下 我们不得不惊叹 那时画工的神美眼光之高 绘画手法之巧 更有意思的是 细茶史集我们会知道 韩修有个儿子 名叫韩晃 他是唐代的著名画家 流传至今的五牛图 即是他的作品 这是当之无愧的重量级国宝 古人重孝 重丧 所以不用怀疑 韩晃必然要关心 自己父亲墓葬的营建 那么自己父亲墓中的壁画 是否也有他指导的影子 在其中呢 这种对历史的遐想 令人沉醉 综上所述 显而易见 考古队员们决定 对这座大墓 采取第三种办法 而搬迁的重点 就是与这座大墓连为一体 作为其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土雕建筑 但要搬迁谈何容易 生土松散 贸然切割提取 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所以要想达成目标 必须要在完善的保护方案加持下 才可逐步展开 树叶有专攻 这方面宁言知道自己不是专家 他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有精深的专业能力 迎难而上的职业精神 他是宁言的同事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专家 郭瑞 郭瑞年纪不大 但在文物保护这条工作战线上 却已是身经百战 八年的从业经历里 硕果累累 带你们看一件铜镜 这个铜镜当初出土的时候 已经碎成了几十片 甚至有的非常非常小的碎渣 只有一到两个毫米 但是经过我和同事们 一起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 终于一片一片地 将这些小碎片拼成了 现在这个铜镜的样子 其实铜镜的修复对于他来说 只能算作小小的成就 他喜欢在工作中不断迎接挑战 所以尽管他现在 还在忙碌着一件 西汉金履玉衣的复原工作 但机会难得 他还是决定 接下土雕建筑搬迁的工作 所以新的征程开始了 郭瑞几乎是立刻 投入到现场工作中 眼前的土雕建筑 令他兴奋异常 毕竟放眼全国 他的同行又有几人 能在自己有限的职业生涯里 有如此机会主导这样一个 堪称重要的项目呢 查探细节 不放过任何角落 他要对土雕建筑 来一个全方位的体检 一番努力之下 收获不少 却也挑战坡多 一条就是咱的一个地藏层 就是由于出土之后 然后它的那个温度 湿度发生这个 急剧的一个变化 它地藏层就 已经出现了空骨和脱落 已经很深了 这边现在已经松疯了 不敢碰 一碰它就会掉 包括这个位置 相当于这边整体 已经都已经脱落了 包括后期重铸的一个情况 特别重咬的一个洞 十六国大墓的土雕建筑搬迁 是一项非常精细又重要的工作 没有万全的把握 我们是不能进行的 所以在进行搬迁保护之前 我们必须要精心的 严谨的 科学的涉及搬迁保护方案 那么这个搬迁保护方案呢 我们需要有对于 土雕建筑本体 它的一个保存状况的评估 稳定性评估 搬迁过程会不会产生扰动 以及我们在进行搬迁之前 是否需要进行加固 加固材料怎么选择等等 涉及到很多科学的严谨的 关键性的步骤 那么针对这些步骤呢 我们需要在搬迁设计的方案里面 都要体现出来 无疑这是个异常棘手的攻速 棘手到就连郭瑞也倍感压力 因为之前无论是修复同性 还是复原寓意 都可以不断试错 可土雕建筑的提取搬迁 只有一次机会 土雕建筑是生土雕刻而成 生土松散易碎 一旦失败 就意味着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怎么办 郭瑞决定从长计议 在详细方案没有确立之前 绝不轻举妄动 当下之物在于物道之中 因为那里的两侧墙壁上 也有一个重量级的发现 壁画 壁画的内容只有检惠的门楼 廊道 缺失人物与后世 诸如唐代的壁画相比 视觉观感上的确逊色不少 有人认为 这或许是当时画工的 记忆有限所致 这有些道理 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的是 这或许也是牧主人的有意为之 要知道 这些壁画与土雕建筑结为一体 模拟了牧主人的生前居所 而他或许就是喜欢宁静安逸的家居氛围 没有喧嚣 没有嬉闹 无论怎样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这些壁画都是跨越一千多年历史的珍贵文物 必须得到妥善的保护 而现在对他初步的清理工作结束 轮到郭瑞上阵了 高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 用以分析肉眼不及的细节 我们在这个 方案建筑里面 其实就是为清楚 就是在白分层上面 刷着一层这个红色颜料 就是说这个红色颜料 直接刷到白分层上 DB 0.274 7.609 元素探测枪 用于探测壁画颜料的化学成分 科技手段的应用 让文保工作如虎添翼 保护之前 需要了解壁画的制作材料和工艺 我们需要借助一些科学设备 那么它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就是红色的部位 它用什么材料画的 黑色的部分 它用什么材料画的 通过这些信息 我们零零总总 可以归纳出 古代的工匠 在绘制这幅壁画的时候 选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 什么样的颜色进行上色的 那么它对于我们后期研究 十六国时期 甚至是整个颜料 在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的应用史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资料 让今天的我们洞察其所在的 那个遥远时代的艺术密码 但与此同时 它也知道 不能过分乐观 西安干湿不定的气候土壤条件 是极具威胁的壁画杀手 原地现场保护并不现实 所以搬迁壁画迫在眉睫 郭瑞很快又投入到战斗之中 这种局部的残留壁画 不用费多少心思 但大幅壁画的提取 难度系数就呈直线上升 怎么办 郭瑞早已心中有数 枝起烫火 烘烤壁画层 尽可能地去除壁画层与土层 因水分产生的粘连 熬制陶胶 这是为了加强壁画层 整体的紧致程度 并且给予壁画表面一层保护 不至于在切割揭取之时 产生断裂 万事俱备 接触借造 分离的时间很短 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 却又很长 他们必须集中全部心力 不可有一丝懈怠 只有如此才能大功告成 非常欣慰的是 郭瑞和他的同事们做到了 这些壁画的提取非常成功 他们已被妥善封装 以待日后进一步的室内保护修复工作 现场的工作还在继续 不过脆弱的壁画 终于可以离开这阴暗 潮湿 逼色的环境中了 他们有了更好的归宿 悬于心中的巨石 安然落下 考古工地的食堂内 考古队员决定 用一碗能量满满的油泼面 犒劳自己 吃着面聊着天 他们长久紧绷的神经 舒缓了不少 可是郭瑞不行 他知道前方还有更为惊险的挑战 土雕建筑的搬迁 是前所未有的考古行为 重任在迁 没有先例可循 郭瑞心中的情绪颇为复杂 希望于成功 又忐忑于失败 面对困难 他又将如何应对 我们拭目以待